既然来了 何必藏头藏尾 成了妖 不如一劫高下 竟在此处布了阵 你心思歹毒 多些防备也是应该的 好大的本事 布阵的道法 也是能自学成才的 我问你 那些小妖们 究竟是如何成魔性的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你自己去黄泉路上 问个清楚 看来你的功力有所进步 我问你 杀了那么多的小妖 是不是就为了你的私心 你与师兄成亲又如何 现在分隔两地 饱受相思之苦吧 我杀的那些小妖的命 都应该算在你的头上 你一心只想跟师兄在一起 就让那些小妖的命 做祭奠吧 可是他们有何辜呢 若是我将你炼化成魔 不知道师兄会不会像杀小妖一样 将你一箭穿心 恐怕不能如你意了 今日我就要活捉你 让仙君成出你 搞死 怎么身体 好 大人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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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敢吸收我的妖力 今日 我便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们是要助我 还是一同死在白妖妖的手下 难道你忘了你的主人 让你做什么了吗 白妖妖 你我同为妖族 你却与九重天为伍 若你现在投降 我倒可以在主人那里为你求求情 乐宁 你既然选择跟饕铁为伍 我便不会再容忍你 哪怕是先君 也不会看你如此这般堕落 游人入妖 游妖入魔 你有今天都是因为你心术不正 难道你还不知道悔改吗 何必再废话 今日不死不休 可来你的确没有荒废时日 法力确实精进了不熟 服务 若没有法阵护着你 你还能否对付得了他们 那三人皆是用毒 小白不会有事吧 我不能照顾他一事 得让他知道自己的不足 好好秦家锻炼一事 你还是担心小白 特意前来 熊花烟 小白有危险 小白 小灰 你亲口告诉我 他真的是你的主人吗 当日鸣心湖畔 他们为许轩助阵 却受人暗算 荆书化墨 而你却安然无恙 我 不是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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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灰 我好不容易才把小青给引过来 就是让你亲手证明对我的忠心 就在这里 杀了他 怎么 连我的命令你也不听了吗 还需要我亲自动手吗 你竟然知道了真相 死了也不亏 死了也不亏 小青 有我在 谁也不能伤小青 倘若许轩在此 我还会有所忌惮 白妖妖 你是过来送死的吗 灯妖 拦住白妖妖 我今天一定要小灰亲手杀了小青 小青 快走 有机忠着 凝望 进去 小青 走啊 走啊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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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小青 小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已经没路了 我看你往哪儿跑 你 你把小白如何了 她有疼妖对付 我先把你给收拾了 我再回去料理她 你以为我判了你不成 大不了 再跟你打一场 有胆识 只可惜啊 这里被许轩他们设下了结阵 你若是想逃进三弹音乐 怕是没有这个机会 你若是想逃进三弹音乐 你若是想逃进三弹音乐 啊 труд 你若是想逃进三弹音乐 我要回内派 我找一遍 你若是想逃进三弹音乐 我找一遍 你若是想逃进三弹音乐 你若是想逃进三弹音乐 神君 神君 你去 迅速把他给我解决了 你 到底 你有本事 就自己与我打 今天我就算是死 也要杀了你 还等什么 快动手 你这个叛徒 没想到 你心肠如此狠毒 真的做他手底下的一条走狗 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同伴死在你面前 你就无痛于衷 你既然可以杀了他们 何必差我一个 动手 你 当真要杀我 神君 他们竟然赶来了 是来救山君的吗 我也听到有人来了 好像是有两个人的脚步伤 要是徐轩与齐霄联手的话 眼下我还不是对手 今天我就饶你一条命 告诉他们 我们之间的账 日后再算 走 你怎么样 坛中忽然呼水涌动 我这才发现妖气大盛 好险 我只怕晚了半步 我就知道 你舍不得我死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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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见 亦不见 相见 亦不见 怎么样 妙事 只是怒火上涌 一时气血攻心 才昏了过去 那怎么你失了针 他还不醒过了 他浑身都是伤 你快看看 他的伤势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怎么 你连我都不相信 为了 自然会救小卿的 我只是想着 小白也在钥匙宫中 兴许 他能照料小卿一二 是吗 看来你考虑得 倒挺周全的嘛 那你就好好地 留下来陪小卿吧 不出一个时辰 小卿就可以醒过来了 好 好 你说你 一条小青蛇 偏偏不让人省心 你道行那么低 就不要跟他硬抛 万一我来晚了一步 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了 我开心到车 我做不成事 主要有点好 你做不成事 你做不成事 我做不成事 你做不成事 自我做不成事 的生意 我做不成事 你打听大器 我 你想吗 醒来就好 许师兄 你可算回来了 你不在的日子里 宫里大小事都无人做主 我们大家都乱了套了 秦枫 宫里怎么有这么多蝴蝶啊 来了几日了 若是百花盛开时 想必一定很美 师兄们可有受伤吗 这蝴蝶也不伤人啊 那你有没有见过大小姐 不是说去找你 然后游历新衣吗 清风 你看什么呢 白姑娘在此守候有几日了 宋师兄不让我们与她接触 也不知道她此次目的是为什么 别跟她讲 我来过这里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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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样来看 你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嗯 怎么了 因为小辉的事情 还在难过啊 小青你知道吗 那日我看齐骄救你 她的眼神啊 一直在盯着你 一刻都不曾离开 这样看来 她的心里还是有你的 小白 你能不能帮我想一个办法 让我跟齐骄的关系 更亲密一点啊 我看近日 清风明月的 要不然你跟齐骄 可以晚上一起看星星啊 看星星的时候聊聊天 岂不是很好 这就是你说的 诗情画意 当时许萱追你的时候 用的也是这一招吗 怎么可能啊 要是追 也是我去追她啊 那个时候啊 她是九成天上的骄子 而我呢 只是一个无名无姓的想要 就想着 她只要能注意到我 哪怕只看我一眼 我都会心满意足了 那日你受伤 我前去追你 又看到了许萱 小白 小白 你对许萱还有感情 虽然她救了我 可是我不会那么轻易 原谅她的 傻瓜 你待她像从前一样 便好了 放心吧 等她 嗯 其实 我也真不懂你们两个 感情不是应该 直接一点吗 不过也是 你们之间的事情 也怨不得谁 碧队有那么多小妖在呢 也许吧 也许我们只能这样了 也许我们之间 相见 假装不见 咫尺 如同天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小星没有 没有 哪里都没有 跑哪儿去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等我看星星了 我来选你 你选我何事啊 但你伤好以后 就找小白去吧 若是遇上饕天 也有一战之力 你 小白道行深 法力也高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待在一处啊 我还有正事要做 你有什么正事 我知道 小白比我聪明 有很多事情 他自己能想明白 可是我不明白 你们一个个的 都瞒着我 从未跟我交心过 其实 我就是想不明白 我那么信任小晖 他为什么要背叛我 他在饕铁手下 做了那么多年的棋子 甚至于 他还想杀了我 原来 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真心地关心我 你别难过了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你看 我特意支开了守卫 还有 我今天一看到你不在 马上过来找你了 真的 真的 你们腰怎么这样啊 一会儿起一会儿背的 松手 我只要能靠在你肩膀上看月亮 我就高兴 我 我跟许萱真的有正事要办 我得找到我师父的行踪 他一天不露面 人间的凶险便增添一分 还有 饕铁的功力大增 下次再来 就不是对付你一个人 那么简单了 总之 你伤好以后 就去找小白吧 什么事 如果 我能让白帝现身呢 你能有什么办法 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快回来 不愿意 快回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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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久没有看过桃花了 之前子萱带我去看过桃花林 桃花真美啊 桃桃齐花 也就是在那一夜 竟然我产生了贪念 想要一辈子留在她的身边 青衣 溺衣 沧海桑田 连我也了不到 有朝一日 我竟要使用障眼法 才能站在你面前 花死去年 人死当初 我们之间就回不去从前了 相公 也不知道你如今 过得好不好 杰发成夫妻 你不在我身边 我安能好过 修炼了这么久 脑子却还是那么少 没有我提醒 你千万当心 被叫人欺负了 真想回到千年前啊 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 我永远不化作人形 永远当一条小白蛇 陪在你的身边 也不会跟你惹出这么多事端 添这么多麻烦 如今 还要连累你 傻瓜 我怎么会嫌你麻烦呢 我能渡过这仙剑最难的劫 历过最痛的伤 却熬不过没有你的日子 一生孤骨 这便就是我的命吧 我给不了你任何承诺 一千年 已辜负了你泰东 相公 你恐怕不知 我在离山上 是多么勤奋修炼 如今你的障眼法 已经瞒不住我了 可我却要遮住自己的心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神君 神君 这要是被天网未发现 我们就完了 别去 神君 这些只是泥塑 不是真的小药 你冒着危险 把他们放到盘桃林 有什么用 你懂什么 这盘桃林自与别处不同 这里中林仙气环绕 若是把小药放在这里 没准 他们就能复活了 山君你在痴人说梦啊 他们都是化了魔的 也不知 原神是否完好 记忆生死 怎么会复活呢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 你就说 跟不跟我去 去去去去 山君 山君 你还是三思啊 这要是王母怪罪下来 咱们可就完了 连带着白娘娘 许相公 还有将昆林镜 交给你的齐霄 咱们山上已经经此变故 你要是再有点什么闪失 那叫我们怎么办啊 你 你放心好了 这一次 我不会连累任何人 好 大胆小妖 山君 请敢擅闯盘涛林 我拿下 胡闹 山闯盘涛园 使用昆仑镜 竟然还敢袭击天罡位 每一条都能治他个重罪 这个小青 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硬闯盘涛林 他这是要布白瑶瑶的后尘 教了他那么多道理 竟然半点都没有学会 若不执着 那就不是小青了 小青如何责罚是后话 昆仑镜是何等圣物 不能出半点差池 你二人速聚盘涛林 此事不能再生风波 是 是 小青闯了盘涛园的消息 已经传遍九重天了 这回 你绝不能卷入这场风波 师父 您既然知道我们姐妹情深 我怎么能弃她于不顾呢 盘涛林是王母之地 如今 您也算是通小些道理了 你应当知道 若是天规则伐 连我也无可奈何 既之危险 她还擅闯 定然有她的苦衷 我知道师父担心小白 可是小白也担心她 在整个九重天中 我是她唯一的亲人 如果这个时候 我都不帮她的话 那先祖 绝对不会饶过她的 你若再去 莫不是与九重天为难 瑶瑶千年过去了 你怎么还是这 任性妄为的性子 难道你忘了 当初的教训了吗 师父 当年子萱 能将我从天罡温手中救下 如今 我也能护住小青 你若执意前去 就不再是离山之人 咱们师徒 我便只能远禁于此了 我知道师父的难处 小白也不愿连累离山众人 只是 师父也曾教导过我 眼下便是不可为 但必须为之事 小青 便是我必须救的人 师父 师父 小白 受您招呼多年 今日 是我辜负了您 你失败了您 你去 我去 找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手 胆子比天还大 我交给你昆仑镜 就是让你这么任意妄为的吗 我 我只是想借助昆仑镜 带着小妖再来一次盘套林 我没有别的想法 小心 你放心好了 昆仑镜是你交给我保管的 我不会让他有丝毫所坏 昆仑镜染上了妖气 不是 opportunities 你们就可以搞的 那你也会知道 那么 まあ 百富家 他人 也很老 最 Neg 敢 不然 这 别 dispos 为何这琪琪如此熟悉 师父 外面 把琪霄给我找回来 琪霄与许萱 你去往九层天上 让她把昆仑剑给我带回来 若有什么闪失 我昆仑难保太平 是 算了 我亲自去找她 你们要带她去哪儿 此小妖擅闯盘桃林 又将昆仑镜染上妖气 此事只能如实禀告天帝和王母 带走 大胆 难道你也要违抗天规吗 方才 你们明知道她手中是昆仑镜 仍出手相逼 这才致使妖险流入昆仑镜中 若能违反天规 你们几个怕也脱不了干系 狡辟 我等守卫盘桃林 对萧小之位出手 乃是分内之责 而等再敢阻拦 就休怪我无礼了 小青别怕 我来了 小白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 不然我会连累你的 傻瓜说什么呢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我来 就是要告诉他们 谁都不能伤你 娘子 你来做什么 一个小青已经够麻烦的了 她对你们来说是麻烦 可是她对我来说 是亲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交给我就是了 交给你 上次我亲眼见到你杀死小妖了 我可不想再见一次 小青 你放心吧 就算你犯了天大的事情 我跟你一起扛 白娘娘 许相公 是我 是我硬要山君来这盘桃林的 大人 您放了山君吧 所有惩罚我都能承受 一切责罚我都愿意承担 这件事情跟他人无关 大胆 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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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界被妖邪所污染 就算赔上你这条妖命 也都是便宜你了 众天刚卫听令 将他们押回昆仑 准备受审 是 师父 汪母派人传话 将擅闯盘桃源 以昆仑境之事 全权交于您论责 守妖 看看这昆仑山 既是你所犯下之错 你们这一路行来 都看见了什么 说 说 昆仑山乃是九重天重地 昆仑境 乃是昆仑山至宝 如今昆仑山上 一片衰败之响 皆因昆仑境上 染上了妖气 只是师父 您卫尊五弟之手 您的法力定能 你错了 就算我用一身的法力 也无法净化这昆仑境 昆仑境是仙家的宝物 至轻至极 如今 却染上了妖气 若要净化 必须要以小青的元神 来祭奠 万万不可 只是把小青 往死路上逼呀 用元神祭奠 与死无异 师父 只要不让小青 与元神祭奠 徒儿愿意 真当我这昆仑境 是凡间俗悟吗 几次三番的闯祸 居然拿去 跑去盘桃林 真毁不该当初 借给你们 师父息怒 孽徒 给我跪下 白帝 是不是 只要我祭出元神 就可以了 你现在知道怕死了吗 只怕比死更加痛苦 若要以元神祭奠 便要舍去你千年的修为 打回元神 何止如此 小青 本来修行就不高 她又是妖身 若元神受损 伤极了根骨 不 那她此生 再再难修炼成人了 师父 白帝 我们小妖修炼成人实属不易 念在小青并无恶意的份上 您就放过她吧 白帝 我宁愿一死 也不愿被夺去修为 我愿意 七香 你曾跟我说过 徐轩杀小妖 是必不得已 如今 我求你 我愿死在你的剑下 不愿被打回元神 白帝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我没能拦得住它 请您将我 一并处罚 小白 只求您 不要拿小青的元神 作为祭奠 小白 师父 此事还轮不到你做主 事关我昆仑山的根本 就由本帝亲自来裁决 来惩治你这个小妖 师父 兴许还有别的法子 小青犯下大错并非有意 这责罚太重了 住口 毁我昆仑境 乱我昆仑山 留他一命 你是恩赐 你还想怎么样 在你心中 可还将昆仑当作你的师门 还将我当作你的师父吗 不认识 白帝 您贵为五弟之首 千年来不沾血迹 不宜为此次的事情而破戒 当初 是我来借的昆仑境 如今 便由我来执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认识 难道 就不能放了小青吗 小青这是在九重天上坐落 不会被轻易放过的 可当初我私闯攀桃林 我倒走了攀桃 那个时候 他现在把昆仑山 弄成这个样子 这样的错 你让我如何为他善后 你不懒群书 这小天下事 你一定有法子的 对吧 小青从蛇行变成人行 画了足足上千年 也没有灵丹妙妖 也没有他人相助 好不容易变成人行 就因为你们一句话 就要了他的道行 就毁了他的元神 难道妖在你们的眼中 真的如同草剑吗 我明白了 我不应该抱有最后一次希望 不应该以为 你还会像上次 在桃花林中那样帮我 桃花林怎么了 在桃花林中 不是你帮的我吗 是你帮我治去伤痛 是你 把我放在桃花林树下的呀 你受伤了 也许 如今的许轩 早已退成仙谷 一切已久重天为主 占妖除魔 跟我 不再有任何瓜葛 瑶瑶 你再相信我最后一次吧 如今 我也不是当初的白夭夭了 我这里的盘桃 千年开花 千年结果 三千年一熟 人吃了成道成仙 六千年一熟 人吃了长生不老 九千年一熟 人吃了与天地同寿 与日月同耕 这三界中 还没人敢跟我要 许轩 你真是厚生可畏 姓王母 许轩今日前来 不仅为了盘桃之事 还有 好了 这盘桃我可以送你 可小青之事 我无法插手 只要您肯开口 为小青周旋一二 小青的修为 定能保住我 这盘桃园 我倒是可以做主 其他的事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希望母请留步 你那修为万载 与天地同寿命 你一定知道 我为何需要这盘桃 可是到底我怎么会不知呢 若我不负天意 便要伤他的心意 我修行万载 所明悟最深之事 就是无忧无虑 我从来不去猜测任何事情 这世上本无事 何必自扰之 太后面不能够 我想预测任何事情 我感谢你 我希望你能以为 那种人 我从来都无所 squad 我心目的是 我觉得 你心目的是 ,你不能再放摄 啊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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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不是 你不是 齐香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看我的 你们蛇类都爱吃盘桃是吗 从前小白也善闯过盘桃林 快吃吧 可是我闯盘桃林 不是为了吃它 是为了小妖 我知道 九重天上规矩大 我不应该闯进去 可是小妖们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再去一次盘桃林 我想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快吃吧 到了明日 我这一生也就结束了吧 你给我送这个 是最后一餐吗 我答应过你 要完成你一个愿望 这个约定 我没有忘 你想要什么 陪我 陪我 整整玩上一天 好 我答应你 明日 明日吗 可是过了明日 我就算活下来 也会变成一条蛇 你带着一条蛇 还有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这样你就不会吵 也不会闹了 你嫌弃我 不过也无所谓了 我变成了蛇 你嫌不嫌弃我 我也不知道了吧 七香 你对我 有没有过 就是 请别再问 这些无意义的话了 我得赶紧回去 这个盘桃 你赶紧吃了吧 他就会有什么事 你担心了 他要费了吗 我可以 他就会有什么事 你不是什么事 就不会被刺激了 他就会有什么事 你把这些东西 他都会有什么事 他就会有什么事 你会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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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